你好 我是董振榮 那在這邊呢 我要簡單的介紹一下我的 第一本網路行銷這方面的著作 就是部落格賺錢樹精華 那這本書啊 就是我呢 縱觀國內外的一些網路行銷 有一些我去觀察一些人以及去學習 有一些部落客他們是怎麼透過部落格賺到錢 最主要的一個流程跟步驟 還有一些技巧 所以呢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其實 我就是分享了用部落格賺錢的八大標準步驟 換句話說有八個步驟是你必須要去做 你才有辦法真的能夠從部落格當中獲利 那至於這八個步驟是什麼呢 我隨便舉一兩個例子 一兩個步驟讓你知道 例如說你一定要呢 先鎖定你的部落格的主題 這一點非常重要 雖然部落格在早期 它就是被當成是網路的日記下去寄 但是其實如果你是拿部落格來當成你私人的日記的話 那基本上你這個部落格不太可能賺得到錢 所以一開始呢 凡是會賺錢的部落格一定都是呢 先鎖定了一個非常獨特的主題 那也就是一般的所謂的日記 立即的市場 換句話說就是 它在一個特定的主題裡頭 分享了很多很多相關的資訊 不管這個資訊是網路行銷 還是養狗啊 養貓啊 還是呢 什麼嬰兒小孩 還是愛情 隨便 就是呢 呃 就是需要一個主題 要一個主題之後呢 其實還有其他的步驟 那這一點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 你的主題 你的主題選對了 你後面呢 做起來就比較容易 那就像我自己在家教的時候 我就專門成立一個家教部落格 那我裡頭就專門談一些家教這方面的東西 那也會因此吸引來一些家長主動就找我洽詢 呃 其實這個整個概念很簡單 但是呢 至少在家教業裡頭啊 那我剛剛看一看全台灣看不到十個 可能看不到十個部落格 是專門有在分享家教這方面的訊息 而且是個人打造的 所以其實一個簡單的概念 不見得在你的那個行業裡頭 或你鎖定的主題裡頭 就有很多人在用 其實可能很少 那如果你先做的話 那你就會先贏 好 那當你啊 用這八大步驟呢 成功打造你的部落格之後 這個步驟齁 呃 說實在話是需要花時間去經營的 沒有什麼東西是一觸可擊 例如說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累積到一定的人 人氣啊 流量啊 才有可能 去進行所謂的獲利的動作 那 那部落格的 嗯 五項標準的賺錢指導有哪些 這個是我縱觀國內外看到最常見的 五種賺錢的模式 例如說 最簡單的 也是早期最多人用的 就是在他的部落格裡頭 讓人家打廣告 那例如說 放一個廣告連結 一個月收了幾百塊幾千塊都可能 那就看你的部落格的流量 還有主題而定 那當然呢 我也跟你分享 部落格賺不到錢的最主要三個原因 那很多人 如果你一開始齁 就真的想要以最後的賺大錢 那 以這個動機出發 你最好心理的準備 這個不太 不是那麼容易 對 那如果你一開始是把它當興趣的話 然後邊學邊分享 這樣子的心態反而讓你更容易 在日後賺得到錢 然後再來我就分享說 你要如何 去架設你自己的部落格 要用用你自己的 不是用一些免費的 那我這裡最推薦的 就是所謂Wordpress的部落格 那Wordpress呢 是我自己 所有現在的網站 大概可能十來個左右 然後全部都是用同樣的 這個Wordpress的系統 那我在這裡頭 這本電子書呢 Blog賺錢書精華裡頭 我也有介紹 如何架設部落格的精確的步驟 我花了二三十頁 二十頁左右再解釋 OK 然後最後呢 我也是分享一些 如何透過寫部落格文章 來拉近持續的流量的技巧 所以 這個啊 就是呢 我 總結起來 關於 Blog賺錢的方法 的一個 概數 精華嘛 那我稱為它精華 是因為我不想要寫太多太細 而是呢 把最重要的部分就呈現給你 OK 希望你也喜歡 那 如果你想要訂購的話 你也可以搜尋台灣轉授權第一站 或者是呢 就是到搜尋Blog賺錢數精華 這樣子你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那我寫這本書 最主要目的就是 為我們台灣人 然後介紹呢 這個 逐步的介紹 網路行銷的種種的主題 好 那我是董正榮 那這一次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拜拜